请不吝点赞 论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菜的佛全 由中大疆 江中大荣 南北游河 南全北腿 佛家将之修 我们的事物全装给我们推 될 激水之盐 彻影不是 回归社会 回归武术 回报祖国 蔡里佛全是1836年成祥成立的 学了蔡福 还有李游山 还有清朝和像融合了三家之墙 命名为蔡里佛全 后来就是为了发展的需要 切磋交流 打破门户之间 惺惺伤心 蔡里佛在原有的基础上 南北融合了 就命名为北盛蔡里佛 我是房生堂 北盛蔡里佛 第三代全成员 我是澳门人 不要干个低 干个好 头要不用歪 这个头像这样 OK 看了前边 OK 好了 准备 准备 蔡里佛全 我八岁就开始学了 好多全种我都学过 最后我都喜欢蔡里佛全 因为蔡里佛全 观赏性很长 进壳工 退壳手的一种全种 特别有包容性 我们蔡里佛长过生亡 马要灵活 腰要灵活 要么可以倒点花筋 够劲 够劲点 够劲点 不要这样伸出去 够劲点 那个力 传统了 没错没错 那个力点要出来 全力 脚尖 再用点力 用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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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过去师傅 在我们很严格的 四点钟要起床 五点钟要开始练拳 打一个插拳下去 我们每天打 五百到一千 有时候晚上 练完拳以后 师母就包了一个猪在这里 以前条件有限 有猪是很好的 只能够一个星期 有一趟到两趟 最后的例外的就是 过去我们的师傅 在晚上包了一个猪 练完工才有 师傅就没人给你玩 所以我们学工夫 一般说 他吃过叶猪 就这个故事现在来的 因为我小时候 学舞的时候呢 也是很愤难的 家庭 环境也不是很好 我们过去练舞的时候 回来 如果 有个鸡蛋吃 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二十多年前 我就有一期 我继续来站江 去到一个学校里面 就看到学生们 是不好 睡也睡 场也睡不好 调节很差 因为我看到他们 我就想起了我以前 那个学舞的困难 以后呢我就 哎呀 要不我来制作他们吃饭了 基本上全部是孤儿啊 困难物啊 都放在我这里 都归我来养 把那个肠又买了 电视机又买了 读文化科了 一切的制作 都不指出他们 我们是讲武德的 是师父 父母的父父 如果能够培养到 成长了 文武相权了 为社会活物了 那个我们最大的获得感 现在他们都已经长大了 都有二三十岁了 因为我做这个工作 已经有二十五年有多了 这是我们二十五年前 收的徒弟 大概当年是十三岁左右 第一衣裳呢 他个质不高 但是很灵活 淘气啊 发酵啊 发到四十度啊 我带他去看衣裳啊 然后又贴那个冰啊 这是当时采单下去的吗 通过蔡里佛经销务员 在很多地区 我们也捐了好多学校 08年地震嘛 我也捐支了几百万 泥水之渊 冗泉商报 我可能做不到 但是饮水资源 我一定会做得到 在回归之后 到现在已经二十五年了 中央政府 对我们澳门 特别的关心 管来 特别的支持 过去在澳门 回来广州一趟 几点钟要起床 来到广州过五渡桥 五个渡啊 过渡啊过去啊 十几个小时才回到广州 你看我们的港珠澳大桥 很震撼啊 一小时进去圈 那个不简单不简单 大部分区是不是一家人了吗 广州是我出生的地方 澳门是养育我的地方 澳门是养育我的地方 希望更好的培养下一代 更好的把我们国家飞移 一个传统武术文化 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通过澳门传出去 如果送给澳门一句话 我用饮水食盐凯纳摆圈 感你来 Herrn 中国